李安球監製曾永強編導嚴慎原著路爾斯改編審藝端錄音 並且由車心梅、李學斌、譚翠蓮、蔡瓦閣、楊麗仙、簡偉安、陳炳球、莫家驅等聯合播出 城市故事之風里白俠第一回現在開始 小姐,陳先生的電話,陳家瑞 小姐,陳先生,有人問一下,我們是奄心 阿,奄心?我們一起吃飯,我太太和佛便會來 小姐,是不是回島上那地方 小姐,當然的是,我約了他們十二時半,和我們一起去 好,你自己去吧,待會我要看看廣告公司新叫來香港的主管 不要跟他們吃飯,沒有約你先的 好,待會你在法房間見 好,你等待 請你來 請你來 好,謝謝你 李先生,很高興認識你,請坐 沈小姐,我也很高興認識你 別這麼客氣,我們以後有很多機會合作 沒錯 聽說李先生剛剛由美國總公司調來香港的分公司做的 是的,我初來報道,沈小姐你真的要指點一下我 真的會跟我說笑 你是香港最大的外資廣告公司的主管 應該是我向你請教的 其實我的資歷不是很深,有很多東西還要學習 我想沈小姐都知道廣告這一行的發展簡直日新原意 如果我們公司一下子追不上新的科技 就會被其他廣告公司淘汰 我想不單止廣告這一行是這樣 現在很多行生意的競爭都很劇烈 所以我們都是要打醒星常做事 為公司的生意晶晶日常 沈小姐的功勞一定不少 總經理的功勞而已,哪有關我的事 沈小姐你不用客氣了 我見過你們的總經理 他在我面前大讚你辦事有達力 我們總經理最喜歡開玩笑 你千萬不要相信他 不過不單止你的總經理是這麼讚你 我公司以前負責跟你聯絡的日常 都對你讚好不絕 他還說你遲早會坐上總經理的位置 這句話千萬不要讓我們總經理聽到 如果不是,炒魷魚給我吃多好 炒魷魚? 我在美國的中國餐館 久不久都會叫炒魷魚來吃 李先生你真是會開玩笑 沈小姐,什麼時候有空 我們一起去吃炒魷魚? 好啊,找一天你有空 和你太太出來吃頓飯 到時你要上一面光臨 我還沒結婚 你看我多糊塗 不要緊 不如我們現在出去吃飯 反正現在是時間到晚了 不好意思,我剛約了幾個老朋友見面 不如過幾天先好嗎 OK,一言為定 我們去走了 OK,我送你出去 好啊 好啊 衛心,你這麼晚才來的 慢著 剛才我不是說了 衛心要見那個客人 遲些才來的 那你見了沒有? 見了 是不是又是鬼佬? 我初初也想著是鬼佬的 誰知道呢 他是個瑜伽巴門的中國人 中國人? 他可以打入這間四星廣播公司的高層 真是不簡單 所以說而已 不可以看小中國人的 還有啊 說不定過了兩年呢 衛心就會坐上你公司總經理的位置 哎呀,我哪有這麼本事啊 那個位置一向都是鬼佬坐開的 是的 我說你一定做到總經理的 你是女強人 對 不是,你是女中長夫 哈哈 喂,喂,你們叫了東西吃沒有? 叫了 我們還幫你叫 謝謝你 喂,簡單一點 怎麼這麼久沒有消息人 我去了歐洲一個月 為公事啊 還是獅子 當然是為公事啊 我今年很忙 我想我也很難抽到時間去度假 所以你們打算去哪裡玩都不介意我 嗯,我也很忙啊 我也不打算出去外面玩 我更加走不開啦 難道我拖著你哥哥兩歲的女兒到處走嗎 我們可以放下她在爹地媽媽裡的 我又不放心啊 哈哈 最喜歡東奔西跑的人 終於都被人鎖住了 所以說而已 保安是最偉大的 嗯,畢烈 你又不捨得說完這些風涼說話 是神啊,哪裏是風涼話啊 對了,歐洲最近有什麼新奇的事啊 嗯,歐洲對我來說 就好像香港一樣的 完全沒有新奇 七,怎麼會啊 嗯,你過來不是掛著公事 連周圍發生了什麼你都不知道嗎 罰戀這件事跟我最相似 我又是這樣的 一早上來就連吃飯、睡覺都忘了 對了,在歐洲的時候有沒有見過私連啊 沒有啊 我都沒有去給你試 我只是打了個電話給她 那你找不到她嗎 她在幫人告解 不走開電話 唉,老實說啊 我真的完全不可以把私連和神父 拉在一起來想的 私連反應太固執了 她解釋鑽進牛角尖 別這麼說 私連有她自己的想法 你不是她 你哪裏可以了解到她 上次她寫信給我 她說心情很平靜,很快樂 雖然我們都覺得她去做神父 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但是如果她自己覺得平靜快樂 我們都應該替她開心 對了,偉心啊 私連送給你的油煙草呢 她們還在那裏嗎 在那裏 當然在那裏 她們現在生長得很好 已經由一盤變成幾十盤 是啊,嘩 那好像私連在比利時教學生那樣 求你滿滿 一個哈佛的碩士 就可以教中學生 真是太浪費了 這個是私連的選擇 只要她自己開心 就行了 是 我們應該尊重她的選擇 但是私連就完全不尊重她的朋友了 她有什麼理由走去做神父呢 慢著 好好好 我不再提私連了 偉心 你自己又怎樣呢 過了這麼多年了 你還不肯接受其他男生嗎 我沒有拒絕任何人 是自己啊 私連自從做了神父之後 你一直不肯給人家 也不肯給自己 嗯 機會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不要這樣了 私連又不是全世界唯一最好的男生 為什麼你不嘗試認識其他男生呢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了 總之我心 已經容納不到其他東西 除了我工作 風真氣 除卻無聲不笑雲 我不知道 你也不想知道 我說我告訴你啊 不信心你太固執了 你和私連一樣這麼固執 一樣鑽牛角尖 雖然說我們要尊重你們的選擇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不喜歡你們這樣 我知道你一番好事 但是這件事變成這樣的地步 我都無能為你 唉 你們說了 天下間會不會有第二個副私連呢 其實我很喜歡目前的生活 我覺得 很寧靜 很充實 你說很謊 我不相信你每天放工之後 不會覺得寂寞孤單 或者有時候我會的 但是 感覺不是太強烈 我大概生出就是這麼冷血的了 Selie也這樣罵我 其實 你以為Selie而變成冷血的 Selie把口是這樣說的 根本她明白你對她這麼齊點的 我的感情 早就已經麻木了 不要這麼快脆這樣說 你今年才28歲而已 是最好的黃金年華 說不定 你會判到一個比Selie更好的男生呢 唉 算了 我不認為 還會有人好過Selie 唯心 這番說話 為什麼不在Selie 決定做神父之前跟她說呢 所以我懲罰自己 失慮了Selie之後 我不會給自己機會 沈小姐 原來你也在這裡吃飯 是你的李先生 我幫你介紹 這位是李派易先生 廣澳公司的主管 李先生 這幾位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陳家瑞 是 坐在他旁邊的是他太太楊文珠 是 這位是霍列 是 好高興認識你們 找到位了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跟我們一起坐 我有位了 我不過看到你坐在這邊 所以過來跟他打個招呼 好啦 我也要回去 好好 有機會我們一起吃飯 一定 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 你覺不覺 他十周十好像C年一樣 尤其是他的眼神 嗯 我也是這樣 偉心啊 難道是天意 你說什麼呢 這個姓李的 是上天送給你 來代替C年的男人 我們每次碰到誤施 他可以選擇 時間起來 哇 我們走在字幕子裡 還可以每次碰到你 耶 沒有 Tina, 信放在桌面 嗯, 行了 沈小姐 除了信之外 你還有一盤花 是? 嗯, 來, 這盤 嘩 那些百合花很漂亮 哪個送來的? 花店的人 嗯, 你有張卡片 原來是你拍戲送的 我看那個你拍戲的樣子 也挺詳情的 Tina, 你什麼時候學會看照片? 嘩 那些花很漂亮 就給你 是啊 沈小姐, 如果沒什麼事 我先出去做事 沒什麼事, 你出來 閉心 十二點多了 還不出去吃? 我打算做些東西才去吃 哈哈 你不餓嗎? 啊 你想搶我的位子也不用拼命 哈哈 哈哈 你媽, 一起去吃吧 OK 好 好 好 聖誕生宴 接下來,我們有主意,我們可能會去台北 高卿,我們又會說,我們有個不少人吃過 我們都會去台北,對手 我會去台北,對手 我會去台北,對手 你會去台北,對手 你就會去台北,對手 你覺得,對手 你會去台北 我以為你會延期一年才做優惠 早一年和遲一年都沒有什麼分別 我老了,都是做一套優惠 我預備回嘘嘘 你終於都認老了 不認都不行 不過我不會難過 因為這件事是無可秘密的 我們就會很難過 因為沒有了一個好老闆 哈哈哈哈 哎呀,只聽到你說這句話就已經夠了 很開心 我向總公司推薦了你接任的位 啊 總經理 我上個月的休藥開會人士 跟董事局談過 他們都不反對 所以我多數都沒有問題 我…我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原來 說真的,我…我沒有辦法做得好 我的經驗有限 要管理整間公司十幾二十個部門 還有二百多個同事 我真的有點擔心 不用擔心 你一定做得到的 我已經觀察了你六年 我知道你一定能夠升任 我很相信自己的難過 我應該多謝你這麼多年來對我的栽培 哈哈 你給你一點心機做吧 我一定會 哈教授在未黃幫你講了很多好話 你也知道他在公司是有些影響力的 啊,是呀 我今早收到他的信 他說這幾天會來香港 不是這幾天,是聽 快點早就知道了 哈哈 不是又像上次一樣 派我去接他的遊戲嗎 不是,我派了陳家帥 不小心,你要準備一下 因為如果你升職的時候批准了三個月之後 你就要去美國收費 要去多久 呃,一個月 然後在我離職之前兩個月回來 讓我可以移交職務給你 為什麼你說到好像董事局已經批准了那樣 哎呀,董事局當然會批准啦 哈教授這次來就是要和你討論這件事 啊,我都成六兒沒見哈教授了 啊 當年哈教授和詩蓮誤會的事 我不會 我想詩蓮一定留個姓勢 我不會 他不會的 他現在的心 沒有愛也沒有癢 只有平靜 但是他離開了你呢 他沒事很怪 只怪自己和他抱怨 是啊 是啊 你有沒有他的消息 沒有 這樣吧 我回到瑞士的時候 順便去比利時見一下他 我也想看看他做了神父之後 是不是這麼瀟灑應俊 師年經常都是那個樣子 我會告訴他你始終都是掛著他 不會的 不要打破他怎麼知道 你會不會接受哈教授 不要跟我開玩笑 他真的不夠因為開玩笑 我從來都沒有考慮過他 是嗎 我有種族歧視 如果我要嫁人 一定會嫁給中國人 一旦哈教授一隻在等你 不要叫他等我 我甚至沒有說過任何可以令他誤會的說話 衛生啊 你真是鐵石心情 你不會告訴我 你下半世做老母婆嗎 哦 那要看緣分 我們中國人有句誠語叫做 取卻無生不是人愛 雖然古老一點 但就剛剛講了我心情 哎呀 維心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好的樓仔 你千萬不要對自己的幸福這麼負責 失了一次機會 不會再有第二次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為我好 好的 我會考慮你的笑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 今次送花給你那個 你說 給拍攝 這花不是他送給你的 想不到這個年輕人 這麼快就向你展開送花工事 他不過想跟我做朋友 你做他廣告那行 每天都認識這麼多人 如果認識每個朋友 都要送花給他的 那他豈不是很廢話嗎 或者他家裡開店 哦 你說 認這個年輕人都不錯 他雖然年紀不是很大 但是 他的為人很醜實 這個年很難得 通常少年得志的人 都有點不足 他還有風度 我知道 我想 我和他在工作上 會合作完 我想 他都會是個很好的朋友 你為何不適合給我 哈哈 總經理 你真是想像力豐富 我和他和他見過一次 哦 我也是和他見過一次 但是我覺得他 會是很適合你 而且你不覺得 那些地方好像少年 你說 他的舉子和神情 啊 原來你都會覺得的 此少年有什麼用 他永遠 都不可以代替少年 他永遠 會不會 他永遠 不可以 他也會 他永遠 都不願意 有些人 他永遠 嗨,維森 哈教授,是你嗎? 是啊,我們又見你了 是啊,六年了吧? 是啊,六年 你怎麼樣?開不開心? 開心,我對我的工作很滿意 那除了工作呢? 我是事業型的女人,一向都是工作第一 哈哈,是呀,阿維森 我來找你去吃飯,你不要約人 就算有,也要推掉他 見老朋友很重要 想去哪裡吃? 嗯,最好是找一個靜點的地方 我和你去談情,為什麼要找這個地方? 哈哈,我知道我沒有這麼好的福氣可以和你談情 不過,我們沒見過那麼久 我想去找一個靜點的地方和你談談話 哈哈,沒見那麼久 想不到你的廣東話一點都沒有退步 哈哈,在美國那邊 是不是認識了一個中國女朋友 經常和你練習廣東話呢? 嗯,是啊,是啊 我在美國那邊,有一個中國的女人 經常和我練習廣東話 是嗎? 不過,哈哈,很可惜 她的年紀可以做得到我媽媽了 哈哈,是誰來的? 啊,就是我的鐘點工人 哈哈哈哈 哦,不錯啊 她不單止幫你煮飯洗衣服 還教你講廣東話 是啊,是啊 如果她年輕一點,還好一點 哈哈 算了,這個世界上的東西是沒有十傳十美的 那倒是 不過,我對我這次來香港度假充滿信心 我知道,這個會是個難忘的假期 這麼有信心? 嗯,因為我可以見回你 哈哈哈哈 啊,衛心啊 我們沒有見面那麼久 我有很多東西想和你見 不用心急,你還有很多時間來香港 嘿嘿,我知道你工作很忙 不過,你無論如何都要抽時間和你走 因為我不是每次都可以來香港談 哈哈 放心吧,我們一場老友 我一定會好好地招呼你 嗯,那謝謝 哈哈哈哈 對了,我們現在去醫肚才行 那好,你帶路 那你跟著來吧 嘿嘿,我們牽著不會塞灑你的 哈哈哈哈 你叫教授,你真是遺魘不尊 哈哈哈哈 走了走了 曼彈 唐彈 哒 姐 城市故事之中 城市故事之中